大家好 星期二日报 今天是2022年8月23日 星期二 近年香港社会动荡 亦有大批香港人 因应香港的巨变而移居海外 除了欧美和台湾之外 亦有部分人选择去日本 日本英文传媒《日本时报》 在星期一发表港人二日的专题报导 访问多个赴日的香港人 不少香港人表示政治因素是他们去日本的原因 部份人都会在日本创业 报导引述日本学者说 港人移民日本可以为日本引入资金和人才 促请当局建立更好的营商环境 吸纳港人刺激日本的经济 报导仔细地描述近年香港政局的变迁 他说2019年多达200万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 最终演变成冲突 并引述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高级副教授 纳吉他说 2020年生效的港区国安法是导致香港人离开的最主要原因 纳吉表示港区国安法令年轻人和家长感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正在沦丧 并变成另一个中国的城市 形容香港港区国安法是摧毁了公民社会 亦都令到香港人没办法再抗议政府 香港的执法方式会明显变得与大陆相类似的 纳吉还提到香港政府的抗疫手法 提出香港的防疫政策令人感到当局不重视人权 以及公民社会亦不会回应市民的诉求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张正远 表示日本缺乏年轻人口 部分乡郊地方劳动力不足已经持续20至30年 认为香港人移入日本对他们是有利的 假如他们30至40岁 他们在香港已经有基础的事业 亦都有一定的积蓄 所以我们日本是应该吸纳他们的 好了 又到日本吸纳我们香港的人才 除了新加坡之外 又加多了 好了 拜拜